记者郑宏达台北报道,立法院院会院三读通过统计法修正案,未来主计机关若能由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记录或调查取得统计资料者,不得在办理调查,以简化,取代现行部分统计调查,但修法也规定,受国事调查或指定统计调查者,若规避,妨碍或拒绝办理者, 精确到无效后,依行政执行法规定处理,三读条文规定,未来中央主计机关应每十年至少办理一次人口及住宅普查,每五年至少办理一次农林于牧业普查,工业及服务业普查之基本国事调查条文规定,统计调查人员在执行职务时需出示证明文件,但不得搜集未经授权之资料, 也应遵守资料保密原则,受国事调查或指定统计调查者,若规避,妨碍或拒绝办理者,精确到无效后,将依行政执行法规定处理,条文规定,各机关建立或修改行政资料系统时, 应纳入统计业务需求,诸记机关为统计之需或减轻受查者负担,得向各机关要求提供行政资料,但若涉及国家机密保护法或其他法律者,各机关得拒绝提供。 只要能透过行政记录或调查取得统计资料者,诸记机关不得再办理调查。 根据行政院出审时的提案指出,统计法最近一次修正是1972年,距今已45年, 鉴于网络数位科技进展迅速,资料创接连接整合加值应用为国际统计发展潮流,加上隐私权意识高涨,诈骗案件频传,为提升政府统计效能,优化统计调查环境,实有修法必要。 更新时间,13点33分分,更新时间,14点12分分。